宝马出新车了,而且很有可能是全新一代的宝马赛系 就在刚刚开幕的慕尼黑车展 宝马发布了一款全新的新世代的概念车 叫做Vision Neue Class 德语怎么说咱不知道啊 但是这个车呢是基于宝马全新的平台打造而来的 官方表示它代表着宝马全新时代的到来 那这台车看着吧,其实是一个挺典型的宝马的设计 可是呢,它又和宝马现在的那些车都截然不同 就像是跳过了一代车型 那这台新车主打的是一个新能源 所以车头呢就特别的简洁 但是标志性的双肾格栅必须保留 而且尺寸变得细长,不再是这一代的短粗 它的这个新的格栅感觉有一点像林肯的非裔 天使眼大灯呢也没了 变成了两条斜向的LED的日行灯,很有攻击性 那整个车头呢也展现出了一种相当运动的质感 这台车侧面的棱角很多 尾窗的位置很突兀的向下倾斜 完全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溜背的感觉 这也是这台车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尾灯同样也很有创意 它不是贯穿式的,但是面积非常的大 天使眼似乎在尾灯上得到了延续 宝马的这台新车的内饰啊很特斯拉 中空台呢只有一块屏幕 十字形的方向盘也是一个特别独到的标志 那这台车呢可能要到2025年才会量产 所以呢现在具体的动力啊性能方面都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是有效一称它可能就是下一代的宝马3系 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接受宝马变成了这个样子 되는 そ的时候有效 本来哦 本来 哦